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双膀实时登顶,实时播放式战率破20% 播出第二天,风起洛阳,爱奇艺战内热度突破9000 此风,甚好,甚好 有人问,风起洛阳,好看吗? 风起洛阳,优点异常明显 首先孵化道尤为突出,格调高 回归中国传统美学,考究的孵化道 以及自然的打光在视觉上给带来舒适的关锯效果 让人愿意沉浸似的跟进剧情 就是不会老想着快进来 最先让我觉得惊喜的 是他对于神都洛阳的还原与尊重 《五周》、上街真观、下起开源 是中国历史上最浓墨重彩的一笔 拥有开放包容的社会风气 《五圣人》晚年最喜欢居住的地方 这部电视剧的主创人员 真的有对观众的负责与历史的尊重 将一幅精彩绝伦的神都画卷徐徐展开 为观众提供了一场关于五周盛世的想象 这么美的景 竟然都是实景拍摄的 这个调度 这个景别 不能说是经费燃烧了 要竖起大拇指讲一句 不愧是神都洛阳 封起洛阳的剧情 可以说一上来就以明快紧凑的情节进展 抓住了观众的心 这个故事是非常典型的悬疑侦探剧的搭配 警察 侦探 武力担当警察连接上层权力 接任务 侦探推理案件 找出真相武力担当解决暴力和罪犯 再加上 仆人 美女 悬疑探案线 丰富感情线 算是比较标准的组合牌了 这就保证了既能看到严谨的推理 也有调剂 算是照顾了各种受众群 几位主演还有配角的表现都很棒 性格鲜明 演员原生排词也很在线 黄轩的演技真没得挑 而且打戏相当精彩 不靠慢境渲染 打斗激烈张力十足 拳拳到肉 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的很劲儿 真的有被震撼到 王毅博饰演的百里红异 也诠释得很好 天才小郎君遭遇突如其来的变故 父亲被害后成长中 分析细节思路清晰 方向明确 不愧致力担当 五四月狠萨 打戏干净利落十分过瘾 虽然身为女子受到了多方阻挠 但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 冒着生命危险找寻真相 柳然坚定地喜欢着百里红异 夫家遭遇变故 还是不离不弃 无条件支持百里红异 喊二郎的频率可太高了 与风起洛阳 共赴神都 叛奇案 赏美景 尝美食 品东方神韵 不愧是重磅剧作 岁末看到了一部上乘之作